道可 道非 常道 不要偏离这东西 一偏离就糟糕了 道心它很维系 很小 所以老者告诉我们 所有大都是从小来 你看你走一百里路 你从第一步交起 那个第一步很重要 不是第一步不重要 你没有垮住第一步 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最后走到一百里路 维系的才是重要的 而不是说大的才重要 老者说完道可道 非 常道 他的意思是要把道破掉 大家要认识老者 你要知道他是爆破专家 他知道说复兮当年是无可奈何 才画像的 复兮绝对不是要我们看像 复兮他知道宇宙有个道在 可是他没有文字 他也说不出这个话来 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 画那个符号 那个符号就叫像 但是对中国人影响太大了 而且是不好的影响 就让我们很直向 一看人先看就可能像 眉毛长成这样不可以 那糟糕了 所以孔子才告诉你 人不可以冒像 你从这里你还了解 圣人讲的话 都不是随便讲的 你老看人家像干什么 你回头看看自己的像嘛 对不对 我们经常讲这些话 但我没有去医会 到为什么讲这些话 直向不好 因为像它是变化的 所有像像都是随时在变化 太累了 他现在把道说出来以后 他又怕人家把道执着了 所以又破道 第二个破名 名和名 非常名 为什么 因为道就是个名 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就告诉你 我是有道的 你要向我求道 然后用道来骗人 你干什么 中国人你告诉他 像很重要 他是开始用像来骗你 你说道很重要 他就用道来骗你 你说名很重要 他就用名来骗你 你看现在很多人就开始用身心灵 然后讲了道半天 不知道再讲什么 名可名 非常名 为什么 因为当你想到人的时候 有的人想到圣人 有的人想到聪明人 有的人想到神人 有的人想到老师人 想到都不一样的人 当你想到杯子的时候 有人脑海里面出现的是个茶杯 有人是酒杯 有人是保温杯 有人他从来没有看过完整杯子 他一讲到杯子就是破杯子 有啊怎么没有 你说汽车 那更糟糕了 你看有的人他只认识平排汽车 其他那算汽车吗 那算什么汽车 有人说汽车是代步的 是什么牌子不重要 有人告诉你 汽车就是公共汽车 因为他从来没有坐过那私家车 那为什么叫公共汽车 就是坐久就会生气 就叫汽车 大家一起生气叫公共汽车 对不对 那有人他整天就跟报废汽车搞在一起的 要我去拉汽车 要报废了 他们就想到报废 人难免主观 难免有成见 谁都免不了 想到天 你就想到天空 你就想到天老爷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你想到自然 你又想到盲人 都可能 所以我们今天很难 你看我们社会上 一在讲人要沟通 要产生沟通 但是我们都制造沟通的障碍 讲话当中一定要带两个英文在里面 就是让你听不懂 那什么意思 道常无名 为什么叫道常无名 道本来不是无名 怎么会无名呢 只是无可名 你看西方道现在还找不到道 道在西方叫做本体论 西方一直在追究本体论是什么 人跟动物 如果没有共同的东西 人跟动物怎么可以互动 不错啊 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了 你看基因差得不多 差得很小 那下面那就很重要 就告诉你 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差 就差很多 那就是微 道心为微 你不要看它占的成分很小 但是作用很大 万物有同源 否则我们无法卸调 无法共处 到底是什么 你看我们年轻时候读书都说原子 所有人都说原子 很快原子就打破了 越来越打破 所以到现在西方还不知道 本体是什么 还不知道 还在争 本体就一个 本体有好几个 到底是一个两个 还上一个 不知道 到今天没有定论 老子聪明了 老子说什么叫本体 就是道 然后西方人说 是原子 我们就很高兴说 对 原子就是道 原子破了说 何子 对 何子就是道 他说一个 我们说一个 就是道 他说很多 很多就是道 都没有贡献的 传对对的 你慢慢去想这些事情 我们最近也经常在讨论 为什么中国的古代人那么聪明 现代人怎么那么笨呢 我的答案是相反的 我读了老子的书以后 我才知道我们的想法几乎都是错的 不是古代的人聪明 而是现代人不聪明 我们只要恢复聪明 我们跟他一样聪明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聪明呢 因为我们自己认为知识很多 你就不聪明了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博士出来都吹不套劳 因为他满脑子都知识 这个不行 为什么 我们老师说过了 这个不行 我做过实验的 这个行不通 为什么 我上网看过的 然后一事无成 对不对 你那么有保护干什么 你学那么多干什么 你这样才了解 我们以后还会介绍到 老子认为知识 就是人类社会的乱源 否则你根本无法了解 老子怎么那么神 道常无名 不是因为他无名 而是你不知道他是什么 我们现在很容易 我们现在学过代数 我们就到了 老子当年是这样 认识 认识 就是本体 然后他假设 X就等于道 于是他写了5000字 证明 宇宙的本体 果然是道 他就完成了 现在写论文就是这样 不然怎么写的 反正我假设他是道 到今天为止 没有人能够违反他 要不然你提出来 说我讲的不对 你提出来 提不出来 到今天为止 科学再发达 我们无法否认道 我顺便提一下 基督教也告诉你 太初有道 可见这个道 是共同的认识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呢 中国人 肢结跟道通 我们拿天地 做道的代言人 所以我们没有宗教 我们是没有宗教的 西方人 他是以宗教为代言人 差差在这里而已 他透过宗教的教主 然后去认识道 我们直接通过天地 就进入道 就差这么一点而已 你把这点搞通以后 我相信 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可以叫出来的名 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名 你看我们现在 一会就变一个名字 一会就变一个名字 现在又出现一个叫做 小确信 这什么叫小确信 就是连麻雀都很信 所以叫小确信 那本来就已经 勾不通了 你还知道这些障碍干什么呢 这很无聊的事情 就是大家没有希望了嘛 只好这样混混嘛 可以叫出来的名 都不是永久不变的名 专业名词 就是要大家听不懂 才有机会变鬼变怪 对不对 说明书就写些 你看不懂呢 这样不知道 你都看不懂 你看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事情 都是血有素养 非常有专精的 他的专长是什么 就是我把他弄的政府检验 都检验不出来 最后把老板送到牢里面去 就是我的专长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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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